共青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心怡 欢迎收看今天这个南岛新闻 南岛管政府传播局14号载器 在超顿顶平安里一回所 基本记家会 宣度透过农业主宰破锤在里庸 可以降级农业分销改善空气品质 关乎传播局中立义书基础 初期关乎到超顿顶龙会 他很喜欢提供农友编辉酒 嘴嘴嘴的服务 农业規计物一直是农民真头疼的问题 本来里庄下水基表示 以前做水基基一天爱四千块 现在传播局提供水基基免费作用 对农民的帮助极大 见证我们农民 没有这个水素机 农民都拿头头 头头完全不用 我里庄我就交代说到底不行 所以我们见证 农保局没有来这些政策 我们一定用作的一天到四千 现在农保局不用辅助 所以我们对农民的用途要是好 那针对破碎完的木屑呢 其实是很好的肥料支材的使用 你可以铺在你的农地上面 让这个养分还肥余地 那另外呢如果你觉得没有需要 我们农保局也可以把它运走 那运走的方式呢 我们就会 埋合这个民间的业者 我们用燃烧的方式 来取代煤炭的使用 那减少烧煤 多烧一些生殖木头 那这样除了减少露天燃烧 还可以达到绿色能源的效果 对我们草存的那个农民的一个照顾 所以他提供好的 他要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设备 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农民 假如说在处理果园 在果园的时候有处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使用 假如有需要的农民都要欢迎 打电话到我们的农会来这样子 南岛官宽保局長在疫苏标示 官来青春有超顿顿 新山内积 林景和普渡顿顿 采取的时候会三星会采取 利用破锤的方式 可以减作烧浪液火器物 造成的空气部件 另外将破锤的插机 破地浪地 也可以动作比较输用 这回时 我们可以用破碎机再利用 我看性能非常好 性能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也很希望 在浪液店的时候 每天都可以来推广 让我们最好的这些 不爱用的这些手机的 这些国家回缩 让農民可以 监控这个负担 很感谢我们 县政府的环保局 积极的提倡 以及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 那也替我们的农民朋友 来争取许多的福利 那第一站呢 首先在我们的草屯啟用 非常感谢我们草屯正农会的理事长 林坤毅理事长 积极的替我们所有农民 来积极的争取 那在此呢 由于也要呼吁各位农民朋友 可以来多多的使用 多多的利用我们的碎枝机 传播局基础 现在官来農民 只要卡定位 就会党免费 嘴极机 不仅马上超顿丁隆会 合作喜欢 放一台在丁隆会 提供救援 这些信息长报道